因為有你陪我一輩子 老大婆謝謝你 我的媽媽是Annie 裡面我也有一個十字老人 Annie就是我的看護 坦白真我是老朋友 我跟她認識已經沒有四十年 也有三十七八年 我們兩個認識 我其實還沒有拿到劇本的時候 第一個我看到的導演是郎祖雲 這個是看著她長大的 搭檔是陶傳證 看著她跟我一起變老的 看這樣的組合就OK了 基本上我也沒什麼插播 因為戲份不多 就是凡是一個十字老人在上面 就老太婆 老太婆婆哪有假話 都是被她罵 罵了就要頂嘴 我跟陶爸一見面就開始沒有聽 就一直抬槓 一直抬槓 然後他們就說 這樣子我們可能要修改一下劇本 你看什麼看 吃飯 在這說 我就告訴我媽 老娘我才是你媽 老娘我才是你媽 你才都是我媽 我的媽媽是Annie 我的媽媽是Annie 我不見得是不知道 而是我就氣那個老太婆而已 就故意氣她 氣她 你再吹 再吹 再吹 氣球爆炸 混蛋 情緒性的媽媽其實也是會蠻誇張的 我們只是把這種 一般在家庭裡面 媽媽的鬧情緒的狀況 我們稍微讓她在舞台劇裡面 你看起來比較有張力的表現方式而已 反而我覺得好喜歡這個奶奶的個性 她竟然想哭就哭 想罵就罵 好爽 就因為我自己平常不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奶奶真的 我好佩服她 好爽 在吵架歸吵架 她還是要有一個人跟她在一起 你缺乏這塊 她兩個都完全不講話也很慘 兩個不同的個體要住在一起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跟別人意見不同 大不了少講話嘛 下次碰到你什麼時候不知道 她老婆兩個人躺在床上 對啊 鬥鬥嘴那太自然了 因為有你陪我一輩子 怎麼了 老太婆 提醒各位當老公的 覺得老婆要的不多 你只要常常跟她講六個字 謝謝你 我愛你 這樣子短短的兩句話就夠 忘了說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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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